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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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飆到市價 甚至比市價稍微高一點 這兩年來 台中的房價還是漲了滿多 每坪單價滑下 二十萬以下的 應該算是便宜了 近幾年六度之中 以台中房市最熱 因為台中的土地及新建案 成交價屢創新高 房價飆漲之下 導致市場出現一股法拍尋寶潮 尋求減便宜的資金 有一些建價比較低的 確實還是有 跟市場的價格有落差 它確實有利可圖 不過現在出現的狀況是 常常定價很低 然後標價比市價高 從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二一年 法拍物五項指數年年墊高 尤其這兩年持續走強 今年平均單價十六點四萬元 平均加價率十二點五Percent 創歷史新高 避免這個競爭則過多 所以它寧可在一拍的時候 就用一拍的底價 或者是加價一點點 可以排除掉想要減便宜的民眾 買盤湧入時的法拍物價格 逐步向市場行情靠攏 過去得標價落在市價約八五折 現在若精華地段 價格幾乎與市價差不到一成 而且越來越多法拍客 不再以低於市價入手思考 而是放遠看未來五年能漲到多少 三連線有林委之陳一傑 台中報導 到處於市場行情靠 未來的市場行情靠 都不足以來 到處於市場行情靠 超級市場行情靠 到處於市場行情靠